在关注今年双十一网购市场的同时 我们今天很高兴地邀请到了 赵薇来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欢迎赵薇 你好你好 记得上次你来的时候 还是在聊你的电影 对 是一个凌晨 五点多 所以你们直播工作很辛苦 所以现在到晚上了 对 你知道为什么是 由我下来把雪松制开了 我们俩女人在聊吗 因为我们都爱购物 对 确实 就像刚才说的 现在网购一组里面 大概是20到35岁的女性是居多的 那你知道他们把这个网购一组 有个别称 你知道叫称一个什么吗 剁手党 对 你很了解 我也是很重要的一员 你也是要很该剁手 那你记得你第一次网购 是在什么时候 我第一次网购 其实也并没有多近 是几年前 应该几年前我认识了马云夫妇 因为他们自己就是 也是使用淘宝的忠实用户 一聊天当中 他们就觉得把我当成外星人了 你觉得 你怎么没买过 没有淘宝不上天猫 我说我想要什么 我的助手会帮我去买 他说你没有这种体验 好像很没有跟上实在潮流 然后我就很快地弄了支付宝 然后淘宝账户 然后很快他们就发了很多连接给我 去买时令的水果 或者是夏天哪家凉鞋编得特别好 渐渐地我就成了一个非常职业的一个动手党 你知道吗 很职业动手党 还有一个高招就是需要和卖家来进行讨价还价 你讨价还价过吗 我实在太任性了 从来没有 你一般人家会说 比如说买这个东西之后再讨价还价 或者说你要是不讨价还价的话 你可以再送回点什么 这个马云没有教你吗 对 我在天猫也开了自己的店 我希望来我店里人不要讨价还价 这个招数很多人都懂 你就看一下了 像除了你刚才说买过水果 买过茄子 这些质量都怎么样 都很好 因为很多会有朋友互相推荐给你 因为实在是那个世界实在是太大了 就是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它不存在的 有没有感觉过 比如说你身边的朋友 他们买过什么很离奇的东西在网上 于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感受最大的应该是我的妈妈 因为我们常年就是不在一起工作 我们的工作又是四海为家的 然后自从马总夫妇介绍我 就是说是使用了以后 我就会不断地在网上给他们买菜 买衣服 买菜 我去年四月份拍了一个 演起来非常辛苦的一个电影 叫《亲爱的》 是想寻找失去孩子的电影 所以情绪特别的很郁闷 然后我发现只有做一件事情 可以让我的心情就是忘掉这个剧情的这种压力 就是我在淘宝上认真地给我妈妈选择买什么水果 寄什么菜 然后我妈妈就是每次从北京看完我回到安徽老家 还没到家我就掐着点开始快见不断地就寄过去 好温馨哦 对对对 妈妈是你知道妈妈最爱吃什么菜 最爱吃什么样的水果 她最需要什么东西 到家之后这么多包裹在那 对因为他们的年纪已经六七十岁了 就外乎一些牛奶啊 蜂蜜啊 燕麦啊 早餐的一些东西 我也给我妈妈买牛奶 对他们就是吃 卖片这些东西 又吃回孩子吃的东西了 对 所以越活越来就像孩子 今年双十一 就今天你购物了吗 我非常的辛苦 我今天凌晨一点多开始购物 因为我在天猫开了我自己的梦龙酒庄旗舰店 我昨天十二点钟 对 我当了一个小时的店小二 所以你在那当客服 客服 就很多人进来 但是百分之九十的问题都是质问我 你是找尾吗 并没有多少人认真的问我问题 所以这样的话没有达到成交额 呃成交额特别好 我们一天大概有三万多的下单吧 哦 其实我们待会对于你的这个呃 当店小二之后 在你怎么经营这样的天猫店 然后再有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你作为企业家 作为生人要什么问题 我们稍后再来谈 但我们现在说 在到在网购的时候 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可能有的时候下楼超市 买个东西就回来 但现在我们根本不用出去 就像你可能想要和妈妈表情 孝心的时候 可能就不需要说再进一步了 这样就可以完成 除此之外 你还觉得这个网络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便捷是很重要 因为其实现在做事情越来越需要效率了 当然我们希望生活节奏可以慢一点 然后人的感情能够长久一点 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节奏会变得越来越快 然后你可能在工作的同时 你定了一个 你后面要使用的东西 或者你的现在吃饭都开始点 就是直接在网上订餐 对对对 它实际上就是提高了大家的效率 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对于你的工作呢 接下来如果你是 不管是当继续当演员也好 还是要继续导演也好 对于你的工作方面 互联网有没有给你带来更多的便利 我觉得现在各个行业都已经快 有互联网依赖证了吧 对吧 你说做 哪怕我们做导演或做演员 我们要看一些资料 选择一些别的国家的一些 要合作的人 我们都是上网去找他们的资料 听他们的音乐 看他们的作品 都都不会是去打电话去问 或者是看书了这样的 其实也节约了很多的成本 不管是时间成本也好 金钱成本也好 确实 但是你刚才说到很重要的一点 好像互联网确实把我们的世界缩小了 比如说我今天坐在这 能够买到巴基的东西 或者是智力的人 可以买到中国的东西 四川的腊肉 四川腊肉 你是不是想第二家店 就要开四川腊肉店 确实没有 但是会不会就像你刚才说的 互联网又隔绝了 每个人之间的一个距离呢 其实那倒不会 其实就是电视机刚刚发明的时候 是美国发明的 刚发明的时候 就很多人跳出来反对 就说不应该发明电视机这个东西 在没有时候 街坊邻居都互相家里串门聊天 有了电视机 大家画一个电视机 一家人全对着电视 邻居之间的朋友交往就变得比较少 我觉得电视的出现跟互联网一样 它最终还是一个会被接受 人类还是一个洗心研究的 互联网被淘汰也不一定是不可能的 会找到新的方式取悦自己的 人类是太聪明了 我觉得你太好了 特别乐观的心态 这个一定要承过了更多人 特别乐观了 其实很跟赵薇聊天特别高兴 稍后我们再来继续问问 他当电小二的经历是如何的 那我们再来继续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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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